据菲律宾社会气象战调查结果显示,87%的菲律宾成年人认为重新升回西菲律宾海、南海的一部分,为中国占据岛礁的控制权十分重要。 社会气象战负责人表示,压倒性多数的飞人认为政府应对中国在该海域军事化采取行动,并最终夺回这些岛礁。 同时,社会气象战负责人指出,由以大量照片,证实中国在南沙七个岛礁进行建设,从拍摄于2017年6月至12月间昂拍照片显示,中国在南沙七个岛礁的建设活动基本结束,这些人造岛屿正处于建设红军和海军基地的最后阶段。 而永蜀礁是2017年建设力度最大的岛礁,南沙三个最大岛礁,永蜀礁,美济礁和主比较唱的飞机跑道,以完工或开始使用。 而四个礁小岛礁,南勋礁,志光礁,华阳礁和西门礁上已建成了望塔,直升机坪机坪,雷达,同信塔和风力八电机等设施。 根据这调查结果,也就是说在十名菲律宾人中,就有九人要求重新收回西菲律宾海岛礁。 然而,菲律宾反对派经济民族主义,运动主席雷加拉奥·Jimmy Regalario在接受无线广播电台的访问时说,实际上,100%的菲律宾人,应该要求重新收回西菲律宾海岛礁。 在这种情形下,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哈里·罗克·哈瑞·洛克给出神回复,中国在南海的岛礁电视活动,发生在埃及洛政府时期。 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,中国没有进行新党交电视活动,罗克强调,在寻求坚持我们在西菲律宾海、南海的一部分的国家权力和领土声索中,我们同我们的人民是一致的。 不过,杜特尔特政府在应对该问题时,同埃及蒙前政府有不同选择,对抗性的方法只激起更大的军事化。 我们转向一种和解的方针,同中国友好对话,我们将使用双边从商机制解决问题。 另外,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赫尔莫吉尼斯·埃斯佩荣,朱·皮外尼尔,中日坚持认为,菲律宾没有能力向中国发动战争以维护其在西菲律宾海、南海的一部分的主权主张。 埃斯佩荣在接受DVBB电台采访时表示,他也认为菲律宾有必要维护领土主权, 但是方法要适当,埃斯佩荣说,有些人认为只要往西菲律宾海,南海的一部分太浅更多的军队就可以维护国家的主张。 好像要开战一样,但我们没有能力打仗,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实力,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 话说回来,中国占领菲律宾的岛礁了吗? 反倒是菲律宾占领了我们中国南海七岛三礁,其中,包括马宽岛,分信岛,中叶岛,南岛岛,北紫岛,西岳岛,春黄沙洲,司令礁,火爱礁和仁爱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